Hello大家好 这里是PPGino Michael 今天是2017年的12月16日 晚上的10点36分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本周的周末研报 OK 那本周的话我们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指数都大幅的上扬 例如说标普涨1.06% 纳斯达克涨2.17% 道指的话涨1.39% 然后罗素的话涨0.77% 所以说基本上每一个指数的话 都是有一个不错的涨幅 那么转向到能源市场方面 能源市场的话 本周情况就有点涨跌不一 首先的话就是原油 原油的话本周是上涨0.99% 天然气本周下了6% 然后汽油的话下了3.48% 然后原油跟汽油之间 这个crack spread下了17.4% 然后波动率产品方面 波动率产品的话 那么本周的话大盘大幅上升 对不对大幅上升 那么当然波动率产品方面的话 也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比特币期货的话 本周刚刚上线 那么目前的话是在18,000左右 那么刚上的时候 大概也是这个范围附近 所以说一周比特币基本上没有什么 太多的改变 然后的话美元 美元的话本周基本上走平上涨0.33% 然后黄金的话上涨0.61% 然后白银上涨1.48% 黄金跟白银的话 本周就是跟随着我们上一周 在周末研报里面的动向 那么贵金属方面就开始上涨 那么美元的话上周 在周末研报里面认为美元的话 会打穿头肩顶进行下跌 至少目前的话 头肩顶这个位置 这个pattern依然存在 只是说它走势还没有完完整整的明显的走出来 然后的话就是债市 债市方面的话 本周债市就是全线的飘率收益率全面的下跌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30年10年期国债上涨百分之0.11% 30年国债上涨百分之0.84% 然后超长期的30年加的债券 然后上涨百分之1.33% 然后我继续往下看标普的4个板块 试驾马车 那么分别是科技健康医疗金融以及能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这一边 你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科技股的带领下 健康医疗的话也走出了一个不错的行情 但是本周的话 这个XLE也就是这个能源 OK 这个能源跟这个金融的话就是在下跌 所以说标普方面板块开始有一点点分化了这个作用 所以有点分化了这个现象 但分化了这个现象 然后就被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强势盖过去了 然后继续往下讲 农产品方面本周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改变 那么这就是 一周的这个市场的概况 那么讲到这边的话 其实 我们必须来看一眼这个本周的这个股市 OK 特别是这个标普指数 那么每一周我都会在周末研报里面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周的这个expective move大概是多少 那么expective move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well expective move它是根据这个期权 OK 期权 add the money 这个put加上call的这个价格来计算得出的 那么expective move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说 OK 例如说你现在的股价在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上面的call 你们上面这个call 然后上面这个是有个put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的价格就决定了 这个股价在未来某段时间x某段时间的标准差大概是多少 那么例如说现在的话 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这个苹果 OK apple 现在在例如说180 然后180的这个call 180的这个call 他卖5块钱 而180的这个put put 他卖例如说5块5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那么等于10.5 那么就是说苹果有可能在这个行权日 OK 某个行权日上涨或下跌 10点 呃就不是不是10.5 是10块5 OK 有68%的概率 在这段时间里面 苹果会呆在 这个范围里 OK 也就是上面的话到190块5 那么下面的话到这个 169块5 OK 这就是expective move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周 我们画出了这个expective move 在标普上面 上周的话 我们呃在这里收盘 对不对 这就是 呃12月8号的时候 我们的收盘价在这个2600 呃5 1块5 然后expective move 上周的这个expective move 在这边我们画出来 大概是在这个262676 到这个 呃2627之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周五的时候 标普 正正好收在这个expective move 的这个界上 所以说expective move有什么作用 expective move的作用就是 至少 至少 你看 每周 OK 你看这个expective move 你至少会知道就是说股指大概率会走到 什么地方 然后停下来 对不对 那在周五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用一个这周五的这个一分钟图 你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早上 西部时间大概11点钟左右 标普打穿了这个expective move出去 然后收盘前 收盘前标普从这个2679这个地方 跌回来到这个2672 为什么 好 因为 大家在expective move外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风险 所以说他们必须把这个价格 带回来到expective move里面 OK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普在12点59分的时候 收盘收到哪里 收在这个2675.06 也就是说 收在这个expective move2677左右的这个下方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被 就会避免就是说他们卖期权的这些人 这上面的话会有任何的这个 太多的这个损失 因为你卖这个期权的话 例如说 我们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下周的这个expective move 首先如果说你是在标普上面以卖期权为生的人 现在我们标普的这个价格在2675 那么你会在这里采取 卖一个call 对不对 卖一个put这样的一个策略 对吧 那么现在目前的话标普剩下5天这个期权里面 2675块8毛1 2675 目前的话cost这一边 OK cost这一边 是大概是这个取个中位价吧 大概是在这个12块5 左右 然后这边put这一边7块3 7块8 取个中位价大概是7块5的样子 对不对 那么两边我们把它加起来大概就是大概大概是在百分之 不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 对不对20块钱左右上下 那么更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来看这边的这个地方 这23.861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里卖期权 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在这里这个地方这里卖期权 你卖的这个期权 就是你能卖出来多少钱就代表着你能抵御多少点的这个反向的风险 对不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你卖了23块 标普现在在2675 你在这里卖了23块钱的话标普往上涨大于23块钱你就亏钱 下跌大于23 ok你也同样要亏钱 你赚钱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标普本周的这个波动在星期五的时候 小于23个点 对不对 例如说他在动了22点的话 那么你就赚100块 对不对 动了20个点 那么你就赚300块 一点都没动 你就赚2300块 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专业卖期权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标普走出expective move之外 对你的这个盈亏上的这个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为什么 第一我们目前来说卖期权 你并卖不了多少钱出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IV非常非常低 对不对 第二 这些 所有的这些这些在里面卖期权的这些机构 他们有着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Theta方面的这个优势 那么Theta的这个优势 伴随着这个优势带来的就是 这个 Gamma 一个Gamma上面的这个劣势 什么是Gamma Gamma的话就是说价格 标的物价格 也就是标的物的这个价格 对这个期权价格的这个影响的速度 OK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例如说这个Gamma很低的话 标普随便乱动 这个期权价格不会动太多 但是越临近行权日 越临近行权日的时候 这个股这个期权的这个Gamma 就会变大 当Gamma变大的话 轻轻一点点标普上面的一个波动 就可以让这些期权 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OK 就是标普上面一点点波动 可以转化成非常非常大的 期权上面这个波动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 末日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Gamma risk 是非常非常大的 去对冲这种Gamma risk 他们必须要用S&P 就是这个标普的这个期货 去对冲Gamma risk 那么他们怎么去对冲这个Gamma risk well首先 例如说 他们在这个 例如说这是15分钟的图 我们来看一下星期五这一天的这个trade 星期五我们开盘首先gap up 对不对 我们先跳空高开 跳空高开到这里 然后盘着这个地方之后 你就开始看见市场不断的在 进入了一个melt up 就是往上慢慢就是往往上疯狂的在在 这里走 为什么这个市场都会在疯狂的往上走 这就很大程度上 跟这些卖期权的这些机构在对冲 这个所谓的这个Gamma risk OK Gamma risk有关 为什么 刚好我们提到 卖期权你能卖到多少钱 这就是 你能够抵御风险这个极限 对不对 那么万一超过了这个expective move的时候 超过了这个expective move的时候 你的这个盈亏就会开始变得很难看 特别是对于这种 投顺手上面投顺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又是在一个monthly expiration 在一个每个月的这个月期权行权日的这个时候 对他们这个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那么为了对冲标普继续上行的风险 他们需要买入标普的期货合约 当然他们买入标普的这个期货合约之后 那么标普的这个价格就会不断的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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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直到某一个点 OK 直到某一个点 他们把手上的这个风险都对冲平衡掉了之后 他们会开始 卖标普的这个期权 也跟标普的这个期货 也就是在最后的这十几分钟 我们所看见到的这个事情 卖标普期货 然后将这个标普指数 重新收回来到这个expective move的下方 也就是这里 OK 所以说 每周我们关注expective move 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用处 第一 它可以帮助你辨认你的风险 就是说本周expective move 在哪 我的风险大概到什么地方 第二 它更可以帮你 判断 就是说市场到了哪一个地方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反转 对不对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反转 就是说到了expective move 以上之后 可能你就不愿意 再去追逐这个市场 因为为什么 因为 这些机构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去把这个标普重新收回来 到这个expective move里面 这就是本周的对于市场的一点小小的观察 也就是想跟大家讲一讲 expective mov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OK 大家要最好能够灵活的去利用 expective move来辨认市场可能 接下来的这些动态 以及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风险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trade of the week OK 那么在本周的trade of the week里面 我们将会介绍 或者说我们将会讨论一笔做多波动率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 那么何谓做多波动率 首先的话我们在谈波动率的时候 我们谈两种东西 第一种的话 是IV 也就是叫隐含波动率 那么隐含波动率的话 它是根据齐全的这个价格 推算出来的 另外的一种 我们把它称之为 HV 也就是这个历史波动率 历史波动率的话 是根据股票实际的过去走势 而推算出来的一个波动率 那么隐含波动率是往前看 历史波动率是往后看 所以说当这两个波动率 出现较大的分歧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空间 那么现在标普上面的 隐含波动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10天的这个期权 隐含波动率在8% 对不对 这个到1月19号 还有33天的这个期权 隐含波动率在9.83% 对不对 OK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调回回来到这个SPY这一边 在这边的话 我们会放一个study 叫做Historical Volatility Historical Volatility 这边我们要把这个参数改一改 改成 例如说30天 30天的这个年化波动率 到底是多少 那么我们然后这边换成一个 日线图 OK日线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30天的这个年化波动率 大概是在6%附近 这是30天的年化波动率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长一点 例如说60天 那么在60天的时候 年化波动率在多少 那你可以看到 在60天左右的时候 年化波动率在5.4%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时间段越拉长 这个东西就会变得越低 那么刚刚我们看过30天 现在我们看60天 那么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4天 14天的这个隐含 这个历史波动率 在过去的14天 这个历史波动率的话 在6.7%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右下角的地方6.7 历史波动率在6.7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 在接下来的这14天里面 标普的这个期权 这12天到17天这个期权 他们在定价多少 8.81%和8.42% 也就是说隐含波动率 跟历史波动率 他们之间的这个差距 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 历史波动率在定价6.5% 而隐含波动率在把定价8.5% 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差距 所以说我认为目前来说 隐含波动率这个定价 有点过低 如果隐含波动率的定价有点过低的话 那么就证明目前的话期权 非常非常的便宜 如果期权很便宜的话 那么我们当然该买期权 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12天 就是说这个12月月末的这一张期权 在这边我们将会建立 一个Iron Condor 一个买方的Iron Condor 目前我们的价格 在266.51 那么267这一边就属于一档价外 我们可以在这边购买267 OK 到这个269这一个Core Spread 那在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购买266到264的这个Push Spread 那目前的话整个Spread 大概是两个点宽 两个点宽 然后 我们要负1块3毛2的这个Debit 也就是说标普在接下来这12天里面 往任意的方向移动1块3毛2 我们这个交易就不会亏钱 OK 那么 首先 我们这个盈利 OK虽然很小 但大概可能只有0.68左右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波动率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套利方法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选择 直接使用价内齐全 价内齐全的话 目前来说 他获利的这个空间会更小 但是他受到方向性的这个影响也就更明显一点 那这边的话我还是认为用一档价外这个6769 跟这个一档价外这个66跟64 这样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波动率交易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波动率交易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拿到这个12天之后 也就是12月的这个月底 在这月底的话 通常来说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首先别说就是说这个 税改到底能不能成功通过对不对 还有这个圣诞节附近的这个Santa Rally 能不能把S&P再往上带大概20个点左右 这都是一切都是未知之处 所以说在这边做多波动率来说 不带方向性的去做多波动率 在我眼里面看来 是在年底方面 比较合理的一笔交易 OK 好 那么本周的trail of the week 做多标普的波动率 用SPY ETF 12月29号上面的这个期权 购买267的call 购买267的call 然后再卖出269的call 然后购买266的put 然后卖出264的put 组成一个买方的Iron Condor 现在我们到下面的短期预测 目前的话原油即将要进入 这个已经换了合约到这个CLG8 也就是说这个2018年的这个2月份 这个合约 所以说这上面的话很多分析的话 都要重新做 但是在这边的话 第一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上面的这个头肩顶 OK 头肩顶的话这条颈线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说我们打穿这条颈线的话 原油这边可能要迎来一波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这是首先 首要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头肩顶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 来做这个分析 首先的话 我们用这个黄金分割的工具 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 对不对 我们拉一条这条黄金分割线 那么这样子拉了这条黄金分割线之后 你们可以看见 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到这个下方 我们能够下跌的这个空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对不对 作为一个扩展的话 你看我们最少就是到54块2毛2 到52块9毛2 之间这个地方这个区间 都是这个可能潜在这样的一个下跌 然后你看回来即使回来到这个52块9毛2 也就是53左右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也就仅仅是回来到前高附近 这个区间罢了 对不对 前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高点 这个break out之前这个高点 所以说这一波回调 即使它要回来的话 也是相当相当的合理 本周的话我会认为 原油方面 不会有太多的波动 不会有太多的波动 但是波动的这个偏见是向下 在这边的话原油 在这边来了几天这样的一个调整 对不对 来了这边星期五收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星 收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星的话 通常来说下一天 是一个reversal pattern 下一天的话还是要继续 之前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态势 走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整型走势之后 那我们重新回来到这个下方 打穿这一个 打穿这一个支撑区间 那么然后我们就会下来 但是你说本周能不能直接走回来 54块2毛2呢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一周的话就是这个圣诞节前的 这一周了 圣诞节前这一周的话 通常来说 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 各方面都会比较的这个清淡 所以说下周 如果没有太多必要的话 最好不要交易 然后美元 美元这一边的话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头肩顶 头肩顶的话在这里 这里还有这里对不对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还没有打穿这个头肩顶的这个高点 所以说头肩顶这边依然成立 后面的话我依然会认为 美元要往下走 走到这个92块6左右 这边可能会有一波小小的反弹 或者说一个假突破之后 有一个小小的反弹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美元这边 都要往开始往下走 往下走的这个下一个低点 将会在1月的第一周 也就1月4号到1月5号之间 所以说这一边的话 我会认为美元继续向下下 下探 然后就是黄金 黄金的话 上一周我们讲到过 就是说这边 有一个就是很主要的一个支撑 支撑区间 那个支撑区间 碰到 然后开始反弹 反弹的话 我的这个目标 不会超过这个位置 1267块8到1274左右 那么下一周的话 我依然因为看涨 看跌美元 所以说我依然会看涨黄金 来到这个区间 但来到这个区间之后 我不认为黄金能够 突破这边这么多 这么多 低点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支撑 然后下一边是阻力 所以说这边的话黄金反弹 但是反弹的这个高度不容乐观 在1267块8 1268到1274的这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30年国债 30年国债这一边的话 非常非常难看 为什么我会说这边的国债 非常非常难看 这是因为目前国债的 这个pattern 非常非常难以辨认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类箱体震荡 对不对 高点跟低点都非常非常没有规律 所以说目前来说国债市场 我认为是有这一股 比较大的一股力量 在后面在推动这个价格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最近不要去交易国债市场 特别特别是在这个年末的时候 在年末的时候 很多银行有这种 就是怎么说 把他们这个风险 就是散开他们这个风险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些 就是说移动国债这一边的这些需求 所以说国债这一边的话 在年底的这些交易会非常非常的risky 很有很大很大的风险在这里面 所以我不推荐大家去交易国债 但本周我对于国债来说怎么看 很显然的就是做上面15410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高点非常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突破这个高点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去摸这个位置 1551815519左右这个位置 那去摸到这个位置之后 有可能就直接上来补掉上方的这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在15606 所以说本周关键的这个地方 就在于看看这个高点能不能守得住 空头能不能守住这个高点 守不住这个高点的话 往后15519到15606这边减 中长期我依然bearish国债 但是目前来说年底 国债这边就是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在推着国债的这个价格上行 最后我们来看指数标普 标普方面的话我们不用多说对不对 本周的话整个走势就是 就是从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妥回一周的这个涨幅之后 在星期五一天 就把本周应该有的这个涨幅全都拿到口袋里面去了 那么下一周圣诞节 圣诞节在这个节前 特别是这个星期三之后 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 对极度的萎缩 就是说我再次告诫大家 一定一定要小心 关于下周的这个呃 成交量流动性方面的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必要 不要在下周做交易 那么这一周的这个expective move 大概是在上下23个 嗯23个点左右 ok也就是上23个点下23个点 那么下23个点的话 就刚好回来之前的这个支撑 对不对 上23个点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新高到2700 这边的这个新高 2700我觉得从现在目前来看 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2700实在只是一个数字 ok 往上去抓2700 在圣诞节之前去抓2700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嗯这边的话需要注意 另外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这边有一个潜在的低点 在这个20号到21号附近 20号到21号附近的话 是这个下周的这个周三到周四 所以说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话 就是说嗯从这边我们来分析 从这个高点高点到低点对不对 扩展高点到低点扩展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走完了 两个扩展位了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回调一波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往上回调 ok 50%的这个回调刚刚好可以把我们带到 这一周的这个expective move的这个低点 所以说本周我的看法是 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们先小幅的回调 ok 回调这个2662左右这个位置 然后21号开启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Santa Rally 那么这个Santa Rally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能够回调到这个位置的话 对不对 你们可以看上面这个projection 161.8走到这个25696 那么上面这里2700左右这个地方 ok 所以说这就是我对目前市场股市标普这个演变 这样的做的这样一个猜测 也就是说本周早早期就是周初的时候 先往下走一点回调一下 然后再往上开启这个Santa Rally alright so 本周的这个周末演报比较精简 所以说因为实在是这个市场除了上涨之外 并没有什么样太多的这个信息可以给我们 那么现在还是一贯的有回调 回调到一个合适的点位 expective附近这个黄金分割点位附近买入 然后投机年末的这个Santa Rally 好本周的这个周末演报就先跟在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周下周的话不会有演报 下周的话是这个圣诞节假期 所以说最早的下一期演报的话 会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跟大家见面 那么在这边我也祝各位读者各位观众 一个提早的一个圣诞快乐以及新年快乐 那么也祝大家在来年交易方面如鱼得水 财源广景 哈好了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